激動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跟著暖暖中心社區發展協會的志工媽媽阿姨們揉麵團擀麵皮 填入韭菜餡做出眷村特有風味的韭菜盒子以及蔥抓餅 作為長者共餐時的主食之一 副議長楊秀玉嘗過之後也讚不絕口 中心社區發展協會執行長陳天堡表示 不管是韭菜盒子、蔥抓餅或是蔥油餅 都是最好做最簡單的眷村美食小吃 而常年累積的經驗用當天現做現揉出來的麵團 做出來的就是比外面賣的要更好吃 這個是經驗的累積 因為我做了10年 我們現在下面的志工5、6位通通都會做的 而且成效不錯 在基隆市的話我們的蔥大餅很有名 上次我們那個處長楊玉清處長 我拿給他去 他說你們這做得很好 然後我說我韭菜盒子 你們韭菜盒子做得又跟別人不一樣呢 讓我覺得因為他先生是山東人 所以說讓我們覺得社區的產業 真的是推廣還不錯 目前就是我們固定的禮拜一是做那個蔥大餅 然後老人家來這邊那個老人來這邊那個我們裡面會堂的時候 就學做那個麵條麵片麵格達還有饅頭 做完了我們把它做好成品讓他們吃還有多的讓他們帶回去 所以老人最喜歡最欣賞的就是禮拜一的課程 因為又可以來學又可以做又可以吃 禮拜二我們不一定做什麼 我們今天禮拜二本來是做韭菜盒子 韭菜盒子的麵皮有多的話 我們就做蔥大餅 所以說來講我們的志工人團隊 尤其是我們這個拿魯王他真的是很不錯了 他的感他現在他現在這十年下來他既然能夠一個人敢 能夠給兩三個人來做 所以這是我感到在很安慰的就是說 社區推廣這個眷村美食已經有一個成效在這個地方了 陳天堡進一步表示這些眷村美食小吃好不好吃的另外一個重要關鍵 則是要看煎餅人的功力 如何控制火候煎烤蔥油餅 蔥抓餅以及韭菜盒子 也會影響到最後的口感 這也讓學習製作的副議長楊秀玉很有感也大力推薦 歡迎社會各界向中心社區發展協會訂購 跟我很好的姐姐認識非常久了 那今天她特別邀請我過來就是參加我們就是 定和里的這個中心社區他們的眷村美食 眷村這個 眷村這個烹飪班 那這個韭菜盒就是我剛剛有簡單的製作了一下 真的是這個技術不是一般的技術 真的是樹葉有專攻 那我剛剛有聽到大哥講的一句話很好 就是社區產業 怎麼樣結合在地的這個資源 幫助我們社區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那我們都知道說政府的一個經費是有限的 怎麼樣結合在地的資源 結合剛剛大哥講到一句社區產業 怎麼樣去推動出去幫助更多的鄉親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今天的美食真的還有多了一個特別的味道 就是我們濃濃的人情味道 這個真的是用錢買不到的 而且真的是特別特別的好吃 那謝謝我們的這個陳執行長 還有妳的太太是那個潘理事長 還有我們的姨姐姐像我的好姐妹 他們真的為這個社區付出了十多年 我真的滿滿的一個感動 超過戲也不能超過戲 哇 除了各種眷村餅好吃之外 中心社區發展協會的關懷據點 不但有共餐 也為長輩們開設各式各樣 包括地板滾球等減緩退化的健身課程 讓長輩們都玩得健康 玩得很開心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道